今天要跟各位講的題目 大概就是 我相信今天會來這邊的民眾 就是希望知道次世代定序 或者說基因檢測 它本身是代表什麼意義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們 已經對這方面有一些了解 所以不妨也稍微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除了定序以外 我們還要知道這個腫瘤它本身是什麼一回事 第一個我們就先要了解我們細胞 我想這些大家可能如果不是學生物的話 在上一次學的時候 就是在國中的時候學了 我們一個細胞 大概30兆顆細胞 除了很多的細胞像紅血球是沒有核的 其他都有核 我們看到中間有這個核 可以懂 這個有一個細胞核 中間這邊是這個整個細胞 核其實就是所謂遺產物質的地方 我們知道是DNA DNA大家都覺得常常在聽 其實它也沒有發現很久 就發現幾十年而已 就這麼幾十年的光景 我們居然對這個 我們整個細胞 我們人類動物植物怎麼樣遺傳 就搞得這麼清楚 我覺得也是知識非常突飛猛進 好 那我們看到這裡面 這個遺傳物質就是所謂DNA 但是遺傳物質它本身它並沒有 它本身的功能 細胞對於細胞功能上面來講 扮演是傳遞的一個角色 就是把這個遺傳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傳了多久 傳了好幾億年 大家知道地球生物的歷史就是這個樣子 好 那 但是它要變成要有功能的一個細胞的話 其實最重要還是蛋白質 所以我們在整個細胞功能 還有細胞形成的一些組織 器官等等這些功能 其實是靠蛋白質 但是從這個DNA一直到蛋白質 就有一些步驟 第一個步驟中間一個媒介叫做RNA 那這RNA其實就是把這個DNA 我們看到它是雙骨 等一下我們還有一些 打開來以後 它的這個互補的那一段 就是叫做RNA 那這RNA上面就有密碼 對不對 三個密碼就可以對應到一個胺基酸 一個我們知道我們人生物 生物就差不多20種胺基酸 所以三個密碼對應一個胺基酸 那這胺基酸的序列組合起來變成一個蛋白質 所以如果說從一個很簡單的觀念來看 其實它好像沒有那麼複雜 不過這個中間比我們想像的是複雜太多了 不然也不會說我們的個體會這麼可以適應 然後這些複製過程 還有它這個製造蛋白質過程 可以經過了數十年 我們還可以活在這邊 就表示說它中間其實是有非常複雜的自我調適的功能 那癌症是怎麼一回事呢 癌症其實就是在最基層的DNA的層面已經發生了變化 那我們叫做突變 就是本來這些DNA應該要非常的平穩的 或者是說非常的正確的複製 但是不幸它複製的時候常常沒有那麼正確 不正確的時候有一些 當然我們有很多身體有很多把它更正的這些步驟 不過有時候就沒有辦法更正的時候就產生了突變 那突變呢基本上就是剛剛看到的這些序列裡面的這些 剪輯發生了序列上面的變化 那這些變化累積起來就變成了最後蛋白質 就長得跟原來正常的蛋白質稍微不一樣 大家說稍微不一樣是什麼意思 那等一下我們會講說突變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不過大家先記起來就是有癌症呢 其實就是有很多基因突變 一起合起來造成的一個結果 好 那這個是大概30年前 在John Hobbskin這個大學 Borgerskin他提出來一個理論 因為他是從這個大腸的這個息肉裡面去看 這個裡面究竟有這個多少的突變 就看到說小的息肉裡面突變很少 越來越大的裡面突變越來越多 所以就從這裡面觀察到說這個癌細胞呢基本上是一個基因一個一個突變累積起來 最後變成終於變成了一個癌症 那在他一系列的這個研究裡面也發現說 這個裡面的這個突變的順序 好像有些時候重要有些時候不重要 那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呢 既然有這樣子的發現 就會表示說現在大家不是常常在做大便全血嗎 因為息肉有時候就會流血 如果在息肉的階段就把它剪掉的話 就不會有後面這些步驟對不對 所以現在我們在做大腸筋進檢 在把息肉取掉 其實就是把可能會變成癌症的地方全部把它剪掉的意思 好 那所以我們看到的癌細胞呢 其實在光學顯微鏡下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看到這個癌細胞有大有小 正常細胞排列非常整齊 那癌細胞呢 細胞核很大 那裡面呢 宜山物質非常的多 而且呢 這些遺傳物質呢是亂七八糟 那這個彭王家康院士是這方面的研究線封 為什麼呢 遺傳物質其實都是在所謂的染色體上面 那我們彭王家康院士呢 就是世界上最早把染色體把它解碼出來的人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癌細胞呢 既然有這麼不正常的這些遺傳物質 在這些細胞核裡面 我們有沒有辦法知道究竟是哪一些DNA壞掉 那這些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治療 這個就是重點 那可是這邊有一個觀念要先跟各位講解一下 就是說突變呢 並不一定就一定就會造成癌症 這個從最開始的那張大腸癌的這個突變 我們就知道 席肉裡面其實就已經有突變 可是它是良性的 也就是說你如果看到突變 並不表示說這個一定就是突變 也就是如果我們抽血看到了有一些基因的突變 我們就有癌症嘛 其實也不見得就是 我們還是要看到證據 看到證據是什麼 就是真的有癌細胞腫瘤組織的產生 所以為什麼呢 因為基因常常會突變 基因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在複製的過程當中 它要打開來 在製造蛋白質的過程當中 它偶爾就會突變 突變其實是可以被修復的 我們身體裡面的 細胞裡面的修復功能是非常強大 如果沒有修復的話 那我們基本上是活不下去 曾經有人把修復基因 一個重要修復基因改變掉 結果那個老鼠根本就活不成 那我們知道這些修復基因 如果去看所有的動物 這些重要的修復基因 沒有一個地方有突變了 也就是說修復其實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在座各位修復基因都很正常 為什麼 因為你坐在這裡 好 第二步 如果修復的不是那麼好 也就是說 還是有一些些基因沒有修復的正確 那細胞分裂它增加 它就會擠壓到其他的附近 那可是附近它還是會不讓它擠壓 也就是說 像例如說我們隔壁那間房間坐滿了 那我們就不會讓人家再進去 讓它到隔壁房間去 或者說你就不要進來等等 那我們身體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長太多了 旁邊的組織還是不會讓它長的 那什麼時候它才可以長呢 就是它已經拿到了武力 要暴力進入的時候 那這個也要需要得到一些能力 好 那麼在這個其中呢 它突變 因為它長得比較快 突變也會比較快 它有時候呢 會破壞掉一些 這個自我自殺的基準 什麼叫自我自殺 有些我們人群裡面 有一些人 它是這個有良心 它覺得它對不起這個社會 就跑去自殺 我們細胞真的是這個樣子 那累積過多的突變的時候 它真的是自己跑去死掉 那可是呢 有一些基因突變 它就是在控制這些自我死亡的 這些能力 它也壞掉了 那這個時候也就沒有辦法了 那再來呢 其實啊 我們身體裡面 是有很多武裝部隊 就是我們的免疫系統 免疫系統呢 它會辨識出哪些細胞 已經有突變 有些過多的突變 這些突變它不認得 這個細胞它有突變它不認得 例如說它被病毒入侵了 病毒入侵以後呢 其實在細胞的表面 就會產生一些 它不認得的這些這個序列 蛋白質序列 它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細胞不對勁 它就會把它殺掉 所以我們的這個免疫系統 是這樣子來除掉 來去除這個 被病毒或被細菌侵犯的這個細胞 可是癌細胞它的突變 也會被這些免疫系統所辨識出來 辨識出來以後 它也會把它除掉 所以我們的免疫系統 如果是很正常 那這些癌細胞 它本身並沒有裹藏得很好的話 它其實會很快被免疫系統清除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結果都是免疫系統 清除不掉的結果 那為什麼會清除不掉 當然我們後來了解很多 那麼 但是腫瘤在一直長的時候 它如果沒有養分 它還是不會長 它其實呢 就會停滯在那邊 它不會長大 它中間會潰爛等等 所以它必須得到一些特殊的能力去獲得養分 那我們也知道說 它處理養分的這些方式呢 其實跟正常細胞已經有一點不太一樣 而且它可以讓血管長到它裡面去攻擊它養分 這些都是它獲得的能力 可是講到這邊它都還沒有轉移 因為這些已經很困難了 它要轉移的第一步驟 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不是隨便亂排的 它其實是有一點像小房間小房間的一樣隔住的 也就是說是有門的 全部就把你鎖在這裡面 你就在裡面工作 那麼 如果你要出去的話 對不起 出不去 出不去 所以你就在裡面一直擠一直擠 你還是出不去 那要得到出去的能力 就是你要拿到一個槌子 或者是炸彈或者什麼 那癌細胞必須得到這個能力 它還可以出得去 出得去以後呢 它要跑到 這個 我們這邊是普通教室 要跑到那個行政大樓校長室 才有辦法轉移 那中間會經過什麼步驟 會經過警衛 會經過這個 還有老師說你不准出去 你在上課 所以呢 其實 要轉移的過程 對癌細胞來講 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 那 那為什麼會 最後還是轉移成功 因為還是 因為 癌細胞太多太多 而且它變異太大 所以呢 總是有一些 壞學生 他得到這些能力 最後才可以轉移 所以我們看到 步驟這麼多 為什麼他還是變成癌症了 就是因為 我們有這麼漫長的時間 讓他準備 我們從出生開始 他就一直在準備 要變成癌細胞 要侵犯我們 可是一直到了 我們四五十歲 他還沒有成功 對不對 大家還坐在這裡 我六十歲了 他應該還沒成功 所以我還站在這裡 那麼 可是呢 年紀越大了 他成功機會就越大 所以在這個 前一陣子才有這個 萬一伯 其實來台灣演講 他這個講 Hall marks of cancer 就是表示說 癌細胞呢 其實有各式各樣的能力 那這些能力呢 缺一不可 所以我們現在 在治療癌症 常常都是用這個方法 那我做一下小結 就是說 細胞累積的基因突變 最後會變成癌細胞 所以 它必須要累積 這是一個重點 它如果只有一個基因 兩個基因突變 或者是說 這個大家會很怕 我出去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什麼電腦斷層 我是不是 有一些 有些這個細胞被侵犯到會突變 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會修復 好 那癌細胞突變 最後會變成癌組織 但是 哪一些基因變化 容易變成癌症呢 這邊我列出來 大概可以分三種 其實細胞突變 剛剛講這個DNA突變 它其實有一點 就是各式各樣突變 都可能發生 第一個是 所謂治癌基因 也就是說 這些基因 如果發生變異 它變異可能是突變 可能是真生 可能是 就獲得一些能力 它變成比較強等等 這些叫治癌基因 那跟它相反的叫抑癌基因 那這些基因是什麼樣 它不見了 它本來會抑制細胞生長 結果它這個 這個蛋白質製造錯誤了 它沒有製造出來 或者是說它整個基因掉掉了 這些叫治癌 就是抑癌基因 所以大概這兩種最主要的 就是大家在做基因檢測的時候 常常大家說 這個哪一家公司做了四五百種 需要做這麼多嗎 其實它就是把 這個 這個 我們這麼多年來累積起來 知道的治癌基因 抑癌基因 和癌症相關的這些基因 和治療相關的基因 全部把它放在一起 大概就只有四五百種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有多少基因 有兩萬個基因 兩萬個總蛋白質 需要每一個都檢測嗎 我們也不知道 當然每個都檢測最好 但是 那費用當然就是變成多這麼多倍了 但是 我們知道 跟它比較相關 其實這兩個 那其實 但是 癌細胞的 突變只有這些嗎 其實不是的 它還有很多 跟癌症非相關的基因 也突變了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早就知道了 只是我們需要把它檢測出來 過去不需要 以後可能需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而且這些 和癌症 不是相關 和癌症生長不相關的基因 其實跟免疫很有關係 也就是說 免疫細胞 其實會辨識這些 和癌症不相關的基因 然後還是把它消滅掉 所以 當我們以後要發展免疫治療的時候 這個東西也變得很重要 大家常常會聽到一個 什麼叫新抗原性抗原 其實就跟這個有一點關係 那有一個觀念 那有一個觀念一定要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癌細胞 癌細胞的這個抑制性 什麼叫抑制性 也就是說 我們想像一個癌細胞 可能有10的9次方的細胞 這麼多 這麼多 10的9次方的細胞 它每一個DNA都一樣嗎 其實不對 其實不對 我剛才講說 我們身體裡面有30兆克細胞 那當然 那個 紅血球沒有DNA 那 可能只有幾兆克細胞需要有DNA 這些細胞的DNA都一樣嗎 跟各位講 基本上都一樣 差不了多少 基本上都一樣 可是癌細胞偏偏就是不一樣 因為它已經有一些基因突變了 而且它不只它有一些基因突變 它還每一顆細胞都不太一樣 這才麻煩 如果它每一顆細胞的基因突變 都一模一樣的話 其實這個 對我們治療來講是比較簡單方便的 可是問題是它每一顆細胞的基因 不太一樣 可能大同小異 可是還是每一顆細胞 會多一些不同 你看到後面 它長到最後的時候 綠的也有 紅的也有 藍的也有 它變成很多種不同的基因的細胞 這個我們叫做 癌細胞基因的抑制性 所以我們在做基因檢測的時候 就必須要注意到 我們究竟在檢測什麼基因 究竟在檢測什麼基因 這邊我把它列了三種不同的觀念 第一個是叫做Germline Germline其實叫生殖基因 可是我覺得這樣翻譯 好像也沒有講到正確了 其實就是我們身體一般的基因 身體上面每一顆細胞基因 你剛剛講過 我們身體從一顆生殖細胞開始 1分2 2分4 4分8 然後一直分下去 分成最後30兆顆細胞 中間的DNA 它的複製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正確的 當然我們知道 在這個年紀變大的時候 它漸漸的會有一些加長的這些動作 那麼但是呢 大部分的基因其實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身體裡面有沒有哪一些基因 跟其他基因是 基因組態是不一樣呢 是有 大概只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是生殖細胞 它只有半套對不對 大家回想一下生物只有半套 第二個呢 是我們的淋巴球 我們的淋巴球 它為了辨識出 我們這麼多外界來的挑戰 所以我們的淋巴球 其實它的基因全部都剪裁過了 剪裁以後就會變成不一樣 所以我們淋巴球裡面的這個 有幾段是跟人家不一樣的 其他所有細胞基本上都應該要一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在做體基因 為什麼要做這個生殖 叫GEMLINE這些基因的檢測 其實是為了檢查遺傳性疾病 因為遺傳性疾病就是 它出生就帶著這個基因 它以後日後會發病 另外一個是有一些癌症是遺傳性的 它本身就有一兩個基因 它已經開始已經突變了 所以這些病人很容易在 他的這個年輕的時候就得到癌症 我們是為了檢查這個 那這個基因的東西 從哪裡取得呢 其實抽血就可以了 血裡面就有足夠的基因可以檢測 或者是刮這個口腔黏膜 就可以檢測了 那要做到什麼深度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所謂 檢測基因深度的問題 這些基因 當然我們在做定序的時候 你要做這些定序的時候 也是一樣會做錯 為什麼會做錯呢 因為你這個等一下 我會稍微講一點點方法 你在做這個放大的時候 它有時候還是會放大錯 你當然不可能一條你自己去 你看都看不到怎麼定序 你一定要把它放大 可是在放大的過程就會出錯 出錯的時候你就把它檢測出來 所以你檢測出來是一個錯的 但是這個錯誤是誰造成的 不是細胞造成的 是機器造成的錯誤 所以我們檢測出來有時候會錯掉 那怎麼樣做才不會錯掉呢 就多做幾次嘛 對不對 就跟各位同學在這邊上課 對不起 考試 那有時候我們會給同學 再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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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希望沒有人放掉 那一樣啊 就是做檢測 要做幾次 你才可以確定你的體積 你的這些 GAMLINE的這些基因都不會錯呢 大致上你大概要做30遍到40遍 也就是說你要測的這些 大概要做30、40遍 你才可以確定它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我們基因實在是太長 非常長 等一下我們有數字 好 體基因 體基因就稍微會有一些變異 會稍微有一些變異 那我們為什麼有時候要做這些基因檢測呢 正常的基因檢測呢 就是為了跟癌細胞的基因去比對 去比對 為什麼要去比對 因為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基因其實都不太一樣 雖然我們說不是人都一樣嗎 其實長得不一樣 所以有一些地上不一樣 所以基因其實我們大家的基因 都有一點點地方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個我們叫做多形性 就是基因其實是多形性 它定義就是 就是大於1%以上的人 它的基因不太一樣 叫多形性 那小1%叫做突變 其實它有時候大家會搞不清楚 為什麼 明明就是基因變掉了 有時候是要多形性 有時候就要突變 好 那癌細胞的基因怎麼辦呢 癌細胞抑制性 因為它剛剛講 剛剛我講過了 可能很多細胞 它會走向不同的基因形態 主態 突變 那怎麼辦 所以 因為它有抑制性 所以我們的檢測必須要深度非常深 要考很多遍 你才可以找到答案 找到答案 那考多少遍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你如果要真的知道 知道你的這一團細胞 10的九次方細胞裡面 究竟有多少基因有突變 大概要做400次到1000次 所以大家不要看說 這些基因檢測公司 反正它都念過 它都有檢測過了 其實它的品質差很多 因為它可能只做100次 它就告訴你結果 那其實它就表示 它的深度是不夠的 深度不夠 深度不夠是怎麼樣呢 就是 有時候像我們在看這種圖 會看到會灑灑 那這每一條線就是一個病人 這個每一條線下面就花花綠綠的 就是代表它這顆基因已經變化掉了 這個基因的變化有分好幾種 所以我們在基因檢測的時候 到最後常常會 當然不是這種圖給你 最後會有一些報告給我們 說你這個有哪些基因有問題 可是這些基因有問題 大家會以為說是不是很重要 其實並不見得 哪些基因會比較重要 我們知道剛剛這些演化的過程 其實這癌細胞是會演化的 這是我們一位朋友 英國的 他後來發現原來倫敦 就是達爾文住在那邊 所以他就發明了這個癌細胞演化論 其實真的很接近事實 因為他也發現 這癌細胞也有趨通演化 也有趨翼演化 跟這個生物體在演化 是一模一樣的 講了這麼多 那如果那麼複雜 那我們測這些基因做什麼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以前不了解的 不了解的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基因突變 可是我們用一個藥就好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例子 標靶治療為什麼會有效 既然有50個基因突變 你只治療其中一個就有效 那只好用結果論 結果論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麼多年來發現說 的確肺癌就是這麼特別 有這麼多基因突變 你就聊那個基因它就對了 那這個是其實是 後來慢慢治療以後才知道 以前也不知道會這樣子 以前只覺得說 你是會讓它減緩 這個就是在其他癌症看到的 你會讓它減緩 可是在肺癌完全不是這樣子 你只要找到我們所謂的驅動基因 那你治療就會有效 你看這麼複雜的狀況下 你只要把這個重要基因卡住了 下面的路徑完全不會動 會死掉 所以肺癌可以分類 其他癌症就不見得 可以這麼好的分類 那現在我們知道比較重要的幾個 像膽管癌 可以做這樣子分類 假狀腺癌可以做這樣分類 那麼血癌也可以 可是血癌大部分是沒有辦法 用標靶治療的基因 因為它是所謂的抑癌基因 抑癌基因其實我們很難控制 治癌基因我們比較好控制 好 那最後剩下一點時間 只能說那這標靶怎麼辦 既然有這麼多標靶 是一個一個找嗎 還是一次就找 那等一下李主任會跟我們講 一個一個找當然可以 只是你沒有那麼多組織 也沒有那麼多時間 也沒有那麼多經費 那當然血液也可以找 好 那這個就是最後一張好了 我們看 這個是我們的 這是 這是 彭王院士發現的這個 染色體 染色體裡面 其實從染色體就可以看住端倪 它在1970年代就可以告訴我們 從這個染色體看起來 它像什麼病 這個實在是太偉大了 1970年 我們現在已經50年 然後你看把它拉長以後 變成這樣卷軀的 然後 這個一直放開來 就變成一個DNA 我們人身體有 這個 6 這個billion是10億 60億一個 所謂的剪跡的這些 這個你怎麼樣想像呢 你就把它想像成樂高好了 它大概就只有四種樂高 它就拼拼臭臭 拼著這麼長 這麼長 多長呢 我們一個細胞 它把它拉長的話 大概有兩公尺那麼長 兩公尺的DNA 所以非常長 因為它其實一個billion只有那麼小 就是奈米級的 比奈米還小 但這裡面 你看電子顯微已經可以看得到 而且呢 其中只有1%的基因呢 其實它是有用的 其他99 我們它們的功能是什麼 我們知道它是調節這些1% 但是事實上 可能還有其他用途 好 我想 這個就是做一些簡介 讓各位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要測癌症的基因 測癌症基因有哪些 有哪些的限制的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說 基因的突變呢 其實就是造成癌症 那分析基因呢 可以對我們治療 是有很重要的一個目的 我們可以知道 怎麼樣去選擇病人 當然最重要的是 聖誕節快到 這棵是聖誕樹 就祝大家聖誕快樂 謝謝